三 二 一 請用捷 匯集多家機械大廠 現場展現出最新機型 其中這項技術吸引不少人停下腳步 講起日文超流力 範文也難不倒 運用最新AI技術 台中市長盧秀彥化身AI市長 用七國語言向外國人介紹 臺中經濟成為城市最佳代言人 有中文 英文 日文 德文 法文 西班牙語 還有土耳其 我們經過盤算過 就是我們對外出口國 主要是在這些語系 透過這樣AI的一個影片 可以跨過地域 還有那個時空這樣 讓我們用科技的方式 來推銷我們台中 還有推銷我們的產業 新冠疫情衝擊之下拓展商機型 小國際成為產業最重要課題 藉由AI技術運算 突破地域和語言的限制 展現產業優勢 雖然在過去這幾年的 那個疫情當中 但是我們的這個精密機械的產業 還是非常的發達 還是有這個穩定的成長 用盧市長的這個形象 做一個AI的這樣的一個推廣 那麼有七國的語言 那麼可以幫我們的這個產業 希望能夠推到國際上去 面對新冠疫情全球陸續解封 受疫情壓抑的市場需求 蠢蠢欲動 AI技術的嶄新運用 不只讓產業越上國際舞台 也讓世界看見台中 第二層次元帶去台中採訪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